選這兩首曲子 丟丟檔就如同剛剛主持人說明的 希望鳳凝古昌和鳳山 它能夠像一個火車頭一樣 然後圓圓不斷的有動力可以一直往前進 雨淵花的部分是 這幾年一直在鳳山做了很多的藝術計畫 深入去研究了一下鳳山的歷史 I believe th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think I don't peg 詞曲 李宗盛 我們在桌上附近有些房子拆了拆 該讀等部 電腦現在的鳳梨說有這個樣子 那巷子裡面我還真的沒有走進 所以今天謝謝我們的林域執行長 玩好丟語 那真的是也這麼有心 還有我們在座的各位都很有心 可以走得進來 看法 而且當執行長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幫忙 這是一件好事 那我站在議會的立場 我想我們是監督的地方 有監督的地方 我想我們所有的議員都會來幫忙 只要需要議會的地方 修法也好 或者是說需要我們幫忙 你看我們在地的議員都來了 安立來了 志鴻來了 黃姐也來了 我們的立委 智傑也來了 就是來關心 就是來 待會需要我忙足的地方 我們都會盡力的來幫忙 讓這個鳳梨古山 能夠經過開幕以後 能夠達到最高的一個境界 好不好 一個所謂的這個線上的這個網誌 來記錄我們這個鳳梨在地文化的一個發展 以及我們這個供應補償相關的這個 創業家的一個過程 來讓我們這個在地的這個青創業者 能夠了解到 我們現在這個鳳梨區的這個產業的聚落 同時也提高我們在地創業的一個認同度 進而推動我們在地這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講到這個青創 那事實上我們市政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市政的工作 以及這個這個相關的這個規劃 那我們 事實上我們這個高市政府有五個共創中心 五個共創中心 那我們除了利用我們這五個共創中心之外 我們也結合了這個高雄市 這個相關大專院校的這個創業育成中心 然後還有包括一下民間的 還有我們工協會的這個創業輔導的機構 大概有三十一個單位 形成了高雄創業的推動聯盟 那我們希望這樣一個聯盟 集合大家的資源 來協助我們在地的這個創業家 青創業者去做相關的 比如說這個這個企業的經營管理 或者是技術的交流 跨領域的合作 甚至這個業師的輔導 還有專業的諮詢等等 那希望藉由這樣子一個統籌的資源 來到我們在地的這個高雄的這個青創家 創業家能夠在這個發展的這個創業過程當中 能夠縮短他的學習的曲線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的一個整合 那另外我們也在高雄市政府 也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我們盡量把我們相關能夠拿出來都拿出來 所以我們也有相關的這個 包括這個補助的一個政策工具 還有一些相關的這個融資的一個政策工具 那這樣子的一個資金的這個協助 是希望在我們這個青創的創業過程當中 大家專注在自己的創業的這個能量的同時 我們市政府也有適時的資源 資金的資源來給予意囑來給予輔導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創業的過程當中 光靠市政府的資源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也現在正在成一個單一穿口 我們希望把中央的資源 還有我們地方的資源 通通盤點一下 讓整合成一個patch 來讓我們整個在地的創業家 了解到底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應用 不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非常鼓勵青年去做創業 但是很多的青創業者在起步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讓他了解他的能力 以及他的未來的方向 我們會規劃相關的所謂的這個 創新的這個職能的這些政策 然後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來讓我們這些青年的創業家 更加清楚了解他的這個興趣 跟他的專產 這樣子的話 他能夠投入他自己所習慣的領域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程 等等 其實我們在這個整個青創構中 投入是非常多的一個規劃政策 以及相關的工作 那當然其實我們今年也很特別 是我們高雄從搭構更名大概100年 我們等要為下個100年打下基礎 青創就是我們重要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核心的這個引擎 所以我們也在藉由今天的這個 封印補川的開幕 我們希望是今天在座的這個 各界場學 場觀學員的各界 還有我們這個議會的 還有我們議會的這個 這個支持之下 能夠持續的這個 為我們這個青川業者的這個發展 能夠大家共同來 好 這個 我們在座的七年床 這是米代二代 所以你說這個平台就是 長得這個 這個 我們有個鳳山 是玉米和鞋 是玉米和鞋 男人是玉米和鞋 是玉米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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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玩家有正方的果仓 以前就是我們同時的衣架 以前的衣架 我跟我們說 做什麼時候 外交的也是白術 再一次來 再一次來看見面 好 好 OK 沒有關係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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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